在丼饭里加入配菜 还有不可或缺的糖心蛋 金黄色半熟的蛋黄微微流出 而这家餐厅铁柱公告 为期仅三个月的时间 丼饭统统免费加蛋 让顾客觉得好复兴 我觉得很好啊 这样子我就可以把 蛋的金额省下来 去点其他的菜 所以我觉得老板人很好 因为蛋价降价 就商家回馈的客户 我觉得这样很好 位于新竹县湖口厂的日式丼饭店 宣布从6月11号到8月地免费加蛋 就是因为之前缺蛋严重 店家不得已只好将蛋张价到15元 不过如今蛋价连续几波下降 已经来到近两年新低 店家就将原本调整的蛋价 恢复成原来价格 大概在一个多月前 我就感觉说 如果说蛋价都一直 可以保持平稳的话 那我就觉得这个15块 我应该回馈给原本的消费者 那我就不要再收它了 如果蛋价持续平稳 或甚至跌到更低的价格 也则承诺免费加蛋的优惠 直到9月都还会继续进行 蛋价已经连续四周下降 鸡蛋产低价和批发价 11号再下跌3块钱 分别跌到每台金27.5元和37元 而连锁卖场也因应蛋价调降 既出鸡蛋大促销 全连的鸡蛋每盒降价3块 还标榜全台最低价的9元茶叶蛋 加勒服则是降价5-8元超级佛星 美联社同样跟进 没台金的鸡蛋比起以往降价3块钱 调整鸡蛋价格为的不只是期盼 售价回问 也因为鸡蛋有效期限不长 希望能够带动买气 让消费者看见促销借此买单 大家喜欢喜欢来成为台北采访报道 明神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